L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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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族你只我看车你都会变成这样 你就会变成这样 然后慢慢的其实这一节 它的脊椎就会变形了 变形之后它里面的一些软骨组织就跑出来 它就会刺激到你的神经 然后你就觉得这里很痛 有时候你就觉得站不起来做也做不好 其实是你的椎间盘突出了 所以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其实做很重要 你一定要把你的腰杆挺起来 所以后面其实你可以放一个 例如说像枕头的东西 然后不要让你的那个脸 就是让你的下巴一直往前 因为你要看电脑 所以你会不自觉的一直往前 那这样你的颈椎就很容易受伤 那往前 但是手有靠到这样可以吗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教这个动作呢 是上班族肩颈酸痛最棒的动作 我们把双手呢 背在你的后面 那后面可能有一个椅子啊 然后你可以帮 用你的椅子稍微把你的手 椅背 提高一点点 所以你的臀部不能坐太后面啊 嘉欣你要坐前面一点点 要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位置 我只能这样耶 我真的很弄 因为 我告诉你 因为每一个人这里的开度不一样 OK 对 这里的开度不一样 所以其实不用担心 如果你只能这样子的话 你就在这里就好了 只是你要把你的手 尽量的往后拉长伸直就好 嗯 那如果你可以在更上面啊 就让他 好痛喔 可以啊 很痛对不对 尤其是我们 打电脑你常弯腰驼背 然后这里啊 就慢慢的 越来越 越来越小胸闷 然后这边就不漂亮 女生就要 这边要挺出来啊 所以我来帮你啊 你不要伤害 不要帮他 你不要伤害 小心小心 可以吗 小心 再上来可以吗 可以耶 再上来可以吗 可以吗 那个后面的拉铁把我拉开 拉铁 太疲了 太疲了 太疼了 一股一分 一股一分 一股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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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班族 总不能穿那种运动服 主管啊 或这一股啊 有 小秘书 小秘书帮我们拉一下拉铁 要怎样 是是是 有些如果你是在 三分三的一定要在下面 对啊 你站那么上面 一股一股 一股一股 红包子再来 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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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不论在下面上面都可以 但是呢 请不要帮别的同学做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 你硬把他拉上来会受伤 对 所以还是要小心 然后最后一个动作呢 这个动作就很妙 这个动作就是 如果你在影音 或者是你在倒茶水的时候 你可以利用时间 做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站着 然后呢 你要把你的手 去抓到你的脚踝 手去抓到你的脚踝 站刚好 我好处刚好 可以吗 抓手脚踝 好 好 然后上半身延伸 然后呢 就让你的膝盖朝着地板 你就延伸你的骨刺头肌 因为我们大腿前侧 其实做久 你就会觉得很酸 然后这个时候是延伸你的整个下肢 很酸 的肌肉群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下盘 的血液循環会比较好 例如说有些人他怕做久了 变成大屁股啊 然后或者是大腿会变粗 动作很好 它会加强你下盘的血液循環 有酸有酸 很酸 好 然后再来一个动作呢 这个动作就是比较有点点会 空间要需要大一点点 就把你的双脚再往后 再往后 就让你的身体成一个L型就好了 真的 奇怪了吧 你在办公室做这样 所以我就说 每个办公室女生都这样 老板都不敢出来 一直在